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端医疗的咨询 如果大家有跟开我的频道 都知道在去年8月8日的时候 我都有分享过有两个不同的客户 在立秋的时候发现癌症 两个都是五十多岁,男士 一个是胃癌,扩散了 一个是肺癌,扩散了 胃癌的客户在三个月后在英国走开了 一天是胃癌症 也在英国找到一个很漂亮的墓园,安葬了 刚刚过去上个星期我另外患肺癌的客户 他也治疗了五个月左右 上个星期很安长,升了天堂 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后他在医院治疗期间 大约住了一个半月左右 是私家病房 最初医生写回来我们是批 大约一个月九十七万的预先批行颜 他一直跟进治疗的时候 过半月最后用了大约八十四万左右 当中也有一些部分是不保的 其中在这个半月中医生开了一些抑身菌给他 帮助他长度排便 亦都因为睡觉睡得不太好 因为他经常咳咳,肺咳 于是开了一些安眠药给他 这两件事在保单里面不保的 因为那个不属于医疗所需 也有去过医院探的客人 而当中的客人 他或者他太太 也有说到在私家病房 很多朋友来探他 可以聊天 我这个客人是很正面的 亦都很相信天主 我这个客人是很正面的 亦都很相信天主 我这个客人是很正面的 他是我第一个癌症的客人病人 一直他都不觉得会很痛的 这个我也是觉得客人本身的得行很高 自己的修行好 他这五个月里面 虽然身体有很多部分 无论脑、肺、肺、膀、膀 很多位置都有癌症 但他没有痛的感觉 腰、骨也有 所以我真的见证到一个客人 他本身的得行很高 修行很好、很正面 而上天都被他病得舒服的 过去一年除了帮人客办赔偿之外 在高端医疗里面 都不时有些人客要交逐保保费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那些保费很贵 我又不会觉得高端医疗的保费便宜 我不觉得它便宜 但是我每一次都会跟人客说 如果你能力范围内许可的 就继续保障 因为我们都计不了 意外和疾病何时发生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那个箭底费 开头你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觉得保费贵 那不如转到一些 大一点的箭底费版本的 plan 令到保费可以减低一点 我都希望客人如果经济能力许可 尽量保留高端医疗这个计划 因为我觉得高端医疗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 在保险的我们叫做 杠杆的理念 帮客人减轻的风险 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保险产品 真实我们内部有时候去开会都知道 就是保险plan 根本本公司的赔偿比率很高 那都要做的 你不可以说因为这些赔得多 没有钱赚就不做 这个都是一个社会责任 当中我也都有人客就是说 他觉得经济不是太理想 他买开普通的自愿医保力活计划 他都觉得保费贵 然后他就想 会不会自己在网上买一些 占底费比较高的高端医疗产品 当然客人他都明白 没有agent服务 但是他的经济能力真的不许可 都有这样的选择 我经常都跟客人说 最重要是他们有保障 保险都是量力而为 尽力 因为好像我自己做公司 我们就没有很大的 佔底费版本的高端医疗 譬如有些是7万多 甚至是过10万佔底费 变成了有时客人在网上 他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 他可以买到的 他们可能都会考虑那类的保险 他们是明白 尤其是没有刑意员跟进的 不过都是有保障 高端医疗事实上 每个星期我们都帮人客 搞很多赔偿 不过是否只买高端医疗就足够呢 我自己觉得真的不是的 因为始终这个纯粹是一个医疗保险 过去一年我们都有人客 他是打拨 断十字印带 那这些是意外 断十字印带之后 又要做很久的物理治疗 那你在高端医疗里面 他通常是出院后90天内的物理治疗 他会包 但是超过90天之后 你治疗就要自费 高端医疗来说 他都有他一些的限制 如果客人他有经济能力许何的 我都会建议他们 其实就再独立买一些意外保险 有时候我们都很难计 意外和病是什么时候发生 或者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 是很难的 你又要我买那样就中那样 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候我们又要买危质现金 又要买转入息 跟着又要买意外门诊 跟着又要买高端医疗 每样都要有 因为我们计不了客人 最后最用得到 最帮得到 他是哪一部分 当中我也有一些客人 他们就用了高端医疗的 照常卫镜服务 可以不用钱 在诊所照到 照完之后 通常高端医疗都会有 一个当日的入息保障 两千五元左右 给人客 这些人客第一次用这些服务 他们都觉得 为什么突然又赔多一千五元给我 我都告诉他们 因为本公司是很鼓励人客 就不要说去到末期 第四期才去医病 而是你觉得自己又不妥 就早点去找专科门诊医生 去跟进 早点去照抢 早点在食欲英国走了 就会变成癌症 人客都说 那也挺好的 我说是 我说现在买保险的概念 就是 再前卫一点 不会希望人客重病才来医 其实有时候重病都未必医得那么好 重病的时候 就是想自己可以病得舒服些 住得好些 不需要担心医药费 用到最好的药 未病之前 我们经常说 致未病 未病之前 现在本公司 都是会有一些健康程式 鼓励人客行路多些 做多些运动 有些职宾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 一些保费有折扣 如果人客 他本身对自己的健康意识强 加上这些 鼓励他做运动的 我们叫做 附加的一些保险的优惠给他 人客一直保持 少些病 本公司就少些赔偿 再加上提醒他 早点去专科门诊 去跟 小病的时候已经跟了 又不会去到癌症 那么大件事 无论自愿医补也好 普通的灵活计划 或者高端医疗系列也好 都鼓励大家 这个是本公司 虚钱的产品 你买了 虽然我不知道人客 何时病 不过买了 我也觉得人客 不会一生都不病 就走开 我想都比较少 但当他病的时候 就真的 保险高端医疗里面 可以帮到很多 如果大家对于自然医保 或者高端医疗 有任何 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题目 想我们去讲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看看可不可以尽能力 以不同的角度 去讲解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都觉得 我们今天的短片 有价值的 记得给心心我 前两天去见过人客 他都说 Ms.Charles 你的短片做得很好 你的老人做得很好 我问你 你有没有给心心我 他说没有 我就这样看 我说不行 你真的要给心心 因为如果你们一直都不留言 一直都不给心心 YouTube又不会推我们的影片 其实我们订阅的数目又很慢 那就不够说服力 多些人多些了解 这些保险的知识 对大家都是好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